看一看 晚上時刻喝杯拿鐵 這感覺多美好啊 這杯你敢喝嗎 我剛剛看了還不錯耶 但是真的很想喝下去 要做節目沒辦法 只好把它放在桌上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這咖啡呢 因為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別看這樣一杯好喝的咖啡 這裡面加的是什麼玩意 你保證不知道 要快你來告訴大家吧 對 我們剛剛崔芬講的雞蛋 我們不是雞蛋裡挑骨頭 我們是咖啡裡面找化學 因為你喝了這一片咖啡 各位記不記得 咖啡不就是咖啡豆嗎 咖啡豆磨完不就變成到裡面去嗎 通常我喝的都是現抹咖啡 那這裡面的陷阱很多 都是化學藥劑比較多 什麼化學藥劑 雖然它沒有對人體立即有傷害 不過造成很多的負擔 那這裡面 不是指提神而已 還有什麼負擔 那為什麼你想想看 咖啡為什麼有限量 所謂的咖啡因的限量 如果天然的咖啡因都是固定的 怎麼會有限量 就用化學咖啡因加下去的 什麼 這裡面加化學 化學咖啡因 怎麼可能 所以一些的化學香料 包括這個香精 加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調成化學咖啡 各位看一下 這個裡面的醬色 包括這個香料 就可以調出 跟立剛尼這一杯現抹的咖啡 一模一樣 等一下 你現在放 就是擺開水 擺開水 擺開水加進去了 對 擺開水加進去之後 我們把這個所謂的摩卡咖啡的 這個醬色原料跟香精 那我們加一些下去 可以喝了 看一下 顏色就接近了 一樣耶 對 非常接近 接近了 那你聞聞看 味道就是那個味道 甚至比你的更濃 真的耶 是 那通常 喝看看吧 它雖然也是 我這個已經不濃了 味道淡掉了 那這個味道 平均的味道保持得很久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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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們就會誤會說我加奶精 應該很營養的 其實奶精它並不是牛奶 跟牛奶是沒有關係的 等一下 奶精跟牛奶沒關係 你帶了這麼多罐來 它上面明明寫奶球 對 你誤會以為是牛奶 它不是 這個是植物的脂肪去乳化的 植物乳房 植物的脂肪 對 所以說它加下去之後 就產生乳白色的出來了 就出來 所以這一杯跟三合一的咖啡 是不是非常接近 你調配出來的怎麼真的一模一樣 然後接著呢 那三合一咖啡通常叫甜味 因為如果是化學咖啡比較劣急的 它的味道會比較嗆 你的意思是說 連罐裝咖啡都可以這樣做嗎 是如果不效廠商 它可能會混合 真的咖啡一些 那麼化學咖啡一些調出來之後 味道就完全一樣了 各位想想看 一罐寶特瓶裝的白開水 25塊錢 對 一罐咖啡飲料 一大罐一模一樣的 25塊錢 對啊 這麼講好像有點道理 是啊 那怎麼是水 跟咖啡是一樣的價錢 對 所以如果把這個加下去之後 就三合一的化學咖啡 所以除非現煮現膜的 這種咖啡大家信得過 那如果不是現膜 是用三合一調製出來的 那麼充滿了一個剛剛香精的 還有焦糖黑色素 還有化學咖啡是不是會過量 聽著藥寬這麼一說 咖啡不敢喝 咖啡不喝沒關係 我們這亞洲人最喜歡喝什麼 喝茶啦 來看看這一杯怎麼樣 不管你白天晚上喝下去 這炎炎夏日喝下去 可是覺得爽快又清涼啊 這一杯綠茶讚喔 但綠茶有沒有問題呢 你想想看現在這麼多的茶飲店裡面 這些茶真的是用茶葉泡出來的嗎 翠芬有沒有可能不是茶泡出來的 你合理的懷疑絕對是 蛤真的嗎 對啊你想想看那個 我們現在哪有這麼多的茶 可以去把它濃縮萃取出來 進口的劣質茶也總可以吧 那也要供啊 現在不用 現在很多人 對現在很多人只要加一些那個茶精 什麼 你說剛剛跟咖啡一樣 加一點那種濃縮液就可以 對現在我們的科技多厲害 就是加茶精就可以了 然後我是覺得現在很多人都覺得說 去那個市面上去買那種手搖的 他現泡現搖給你看 一定是那個現泡的嘛 沒問題 對啊 可是你就要聞聞看 因為很多都是 因為他為了省成本 他一公升的那個茶精 就可以稀釋出300公升的茶 所以他這個 一公升的茶精可以稀釋出300公升的茶 為什麼只要小小一公升 我就可以賣一堆茶出去了 如果你是用這個 500cc就有600杯的茶可以賣出去 你用一般的茶你要泡到什麼時候 所以業者根本不可能用這樣泡 他一定是用茶精加這樣子 所以崔芬你說的話 就我手上這杯茶 應該百分之八九十 他也是應該是調出來的 有可能 你要把它拆開來聞聞看 因為你那個茶精 那個調出來的茶 它特別的香 你把它拆開來聞看看 你甚至連著那個 隔著那個塑膠膜 你都可以聞到那個茶的香味 如果是這麼香的 通常就是茶精調出來的 你是說聞起來那個味道 香到讓你覺得有點誇張的話 就可能是茶精了 對 然後還有那個你要看看 他搖出來的泡沫 如果是那個真正的茶 他去搖出來的泡沫是大大小小不一樣 你看看這邊它是有大小顆 會不同的泡沫 就表示它是天然的茶 可是如果是茶精去搖出來的 它那個泡沫是很細緻綿密的 綿密的泡沫 會很均勻的 那個就是化學去調出來的 因為天然的茶它會有一個胺基酸 所以它會有那個不同的那個 這個這種泡泡的感覺 那還有另外如果是真的茶葉的時候 它那個味道也會跟著那個時間會變 比如說你放在室溫之下 我們一般的室溫之下 你茶放個四個小時之後 它味道就會開始有一點變味道 會有一些那個 會變質 對 吃起來開始那個茶會開始有點 就比較沒那麼香 而且茶的表面會有一層油墨 感覺就是那個有茶的那個油脂在上面 這個是天然的茶 可是如果是茶精調出來的 你放個六小時 它還是這樣香噴噴 而且味道都不變 所以這個就是 你要從茶的這個顏色 然後還有香味 然後還有你在室溫上面去擺擺看 好 現在立剛你聞聞看 這杯茶香不香 這杯香耶 江中某好不容易把它打開來了 要不然本來我是想一根吸管 放個下去就準備來車掉它 我一打開的時候 那個味道整個撲鼻而來 對 真的香耶 這杯當然買了兩個小時的時間了 那就是這樣要懷疑了 因為你沒有放在冰箱裡面 你沒有放在室溫裡面 對 所以它還維持這種香味 而且那個味道就是完全就是那個茉莉花茶的味道 清香 所以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是茶精去調出來的茶 然後你這樣子長期喝下來 它會增加你的身體的負擔 因為它畢竟不是天然的東西啊 所以你這樣子會影響它那個肝腎功能 天啊 你看 你聽起來所有的外面賣的這些冰品的這些茶品 能喝嗎 不能喝之下怎麼辦呢 我們乾脆來自己泡茶總可以吧 剛剛同事幫我泡了一杯茶 這就是真正的茶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茶包啊 但是說到茶 現在夏天時刻有沒有想喝奶綠啊 在外面常常都在賣奶綠 不過要快 奶綠有沒有問題啊 對 剛剛我們是雞蛋挑骨頭 我們現在來找茶 那麼茶飲料為什麼那麼 市場那麼大呢 各位記不記得 第一 賣冰 第二 做醫生 醫生很不錯吧 收得很高吧 賣冰 賣涼水的 夏天一到 每個人都喝 現在年輕人不喝白開水 都是喝飲料的 所以它的市場非常的大 你看那個便利商店進去那個玻璃櫃裡滿滿的茶 滿滿的咖啡或者是一些各式各樣的冰品 對 那剛剛崔玉文講到的 一般真正的泡出來的茶 它熱熱的時候很香 但是冷卻的時候它不香 而且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說不喝隔夜茶 因為茶泡隔夜之後喝了會對身體不好 會變質 對 變質 因為裡面有蛋白質 氨基酸 你隔夜就發霉 這個發酸了 現在茶你把它打開放著都沒關係 為什麼 裡面沒什麼東西啊 就是一些香料啊 什麼 你一直說都是香料 所以沒關係 你擺到隔夜 第二天喝也不會壞掉 也不會壞掉 因為化學的嘛 就化學 就算裡面有也很少 所以說第一個它不會沉澱 因為真的茶葉泡出來它會沉澱 第二個它會壞掉嘛 我們同時還給我泡了個桂花茶 你看 對 各位看一下 如果隔一陣子之後它會有沉澱 那麼它隔夜的話反而會酸掉壞掉 隔夜會酸掉 對 可是現在不熱了 真的味道就沒那麼濃 味道就淡掉了 對 但是我們如果是手搖茶 整個桂花味都淡了 手搖茶那個這樣 冷喔 那麼冰喔 喜歡吃喝冰塊喔 那麼那個冰塊會把那個茶的味道 也降下來嘛 但是現在我們買的還是那麼香 對啊 對 所以說一般你看 你把茶放冷了 沒什麼茶味道 很淡的 但是我們手搖茶很冷 就是這個茶莖 那我跟你講市面上的茶莖 它是沒有特異的限制 對啊 你剛剛說到冰啊 奶綠怎麼弄啊 對 那奶綠看一下 這個我們這樣倒出來 這個是烏龍茶的茶莖 等一下 這三個都是茶莖啊 茶莖 這是茶莖喔 烏龍茶的茶莖 這個是綠茶的茶莖 喔 有夠濃耶 這個是抹茶的茶莖 那個是抹茶的茶莖 對 所以三種茶莖 三種綠燕上這個顏色都調好了 那尤其為什麼喜歡做這個奶綠呢 因為奶綠可以壓住 它的這個比較嗆皮的味道 因為在怎麼樣香水 它有個香水的這個味道嘛 剛剛在倒這個的時候 我手上弄到以後 那個肥皂洗都洗不掉的味道 現在聞了還是有那種奶綠味 不是肥皂味耶 對 所以那個它濃度很濃 它有個比較嗆的味道 所以這結論還又是法國的 這些香水試弄出來的 對 這個它的做法又不一樣 它是這樣子 各種的蘋果 鳳梨 香蕉 水蜜桃 都是用這種化學方式 它用不同的醇類 用不同的酸類 兩個化學反應之後產生的脂類 這個脂類就是我們的水果茶 這一些香味 不管是你剛剛提到的 蘋果 香蕉 牛奶 這些都是可以調出來的 而味道呢 脂類的味道 所以不同的醇 不同的酸 可以製造這個味道 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瓶我們把它調一個 這個是奶綠 你又要做實驗了 水 本來原來這個顏色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奶綠呢 只要一點點的這個綠茶香精 它就有味道跟有顏色出來 你把它加一點 好 各位看一下 顏色味道就會出來 淡淡的 越加越濃 越濃的 那這個呢 一樣 奶綠呢 顏色不是很真 真正的綠茶顏色不會那麼深 因為你說要蓋掉這個最好的方式 就把它加了奶進去 對 變成奶綠了 對 加了奶 加了糖 之後 聞不出來也吃不出來 好 這奶綠這樣出來了 對呀 顏色就奶綠的顏色 奶多一點的話 顏色就再淡一點 再淡一點 對 然後如果再把綠茶的綠色 再多加一點 那相對的它就變得更濃了 那如果有一些人呢 他是為了節省成本 他可能不是完全都是 化學調製的奶綠 他可能一些是真的 所以如果那個真假混在一起 又更難分辨出來 真的嗎 對 看 這一杯這樣出來 有真的又有假的 所以更接近了 但是聞起來味道呢 那味道呢 也更濃 一般真的的味道沒那麼濃 剛剛那杯茶聞起來 已經沒什麼味道了 已經淡掉了 那這個一樣啊 奶綠的喜歡 小朋友呢 年輕人喜歡吃甜 甜的 再把它嚼一嚼 它的口感就更紮實 然後如果再加個冰塊進去的話 更棒了 對 那味道一樣濃郁 四散 所以這個奶綠啊 通常不管是奶綠啊 烏龍茶 紅茶 如果是杯子 這個手搖杯的 太便宜的 那就要小心 當然不是說它會對身體 有怎麼樣利己危害 不過這香精香料呢 我們每天吃了 有上百種 因為不同的這個食品 裡面有這個新加劑嘛 那這一些不是利己危害 不過對人體是造成很大的負擔 而且它是沒有營養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要建議這個消費者呢 最好呢是買有新有品牌 而且是現看的沖泡的這種茶飲 比較安全 看看啊 我看大家還是自己拿著茶葉包 自己泡蒜了 再加上鮮奶 那是最保證安全的 不過想到這麼多的茶飲裡面 居然很多都是用這些香料香精 化學原料去調出來的 你看了以後你還敢喝嗎 不過所有的豐友們 有一個博物館裡面擺了一個物品 這個物品呢自己會轉動喔 你敢看它嗎 我們休息一下來告訴你